绿豆养生有讲究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天气炎热的时候,喝上一碗清凉的绿豆汤 无疑是一种享受 但是您知道吗? 绿豆搭配以下的这几样东西功效大大不同 我们来看 第一,绿豆加一米等于辅助的控糖 绿豆皮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毒火 改善糖尿病消化不良的症状 而一米具有清热化湿健脾的功效 如果您经常口干,口渴的严重 那么绿豆和一人的比例是2比1 如果尿品量多,内容酸腿困 那么绿豆和一人的比例是1比2 第二,绿豆加冬瓜等于去湿 准备绿豆100克,冬瓜100克,茯苓20克,蜂蜜5克 清水适量 具体的做法,老安也给大家整理成文字版了 请大家快截图保存 这道冬瓜绿豆汤,截鼠利湿 特别适合湿气重的时候喝 但是要注意,有糖尿病和肥胖的人 使用的时候不建议加蜂蜜 第三,绿豆加百合 凝心安神,准备绿豆100克,百合20克,还有少量的冰糖 首先,把绿豆放入水中,水煮沸 再放入百合,等到熟烂之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百合润肺止咳,清心安神 和绿豆搭配,清心除烦的功效会更好 所以,失眠多梦,心情抑郁的朋友们 不妨试试这款汤 但是,绿豆汤虽好 也要注意以下的这几点 首先,不易空腹喝 绿豆性寒凉,空腹饮用会刺激脾胃 导致胃痛、腐泻等等发生 其次,不能喝太多 过量饮用绿豆汤容易引起腐胀、腐痛等症状 容易反酸的人群更要少喝 每周喝两到三次为宜,每次一晚 另外,绿豆汤不宜与温热中药通服 绿豆会和中药中的生物件发生反应 产生沉淀物,进而降低药物的药效 影响身体的恢复情况 但是,如果患有中暑、咽喉肿痛、急性腮线炎 密尿系统感染等等热症、食症 在喝中药的同时喝太绿豆汤 有助于病情的好转 最后,体质寒凉或正处于惊奇的朋友 以及孕妇不宜喝绿豆汤 疲惫虚弱 老人和小孩要少喝绿豆汤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